德云社成立至今几经波折 而班主郭德纲的成名也实属不易 他被任何人都知道徒弟们在成绝过程中的艰辛 老郭将徒弟们养在身边 像对待家人一样管吃管住 亲自传说记忆 名义上是师徒 实则更像父子 今天社哥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郭德纲为了维护几位爱徒 做过哪些事 张云雷 小辫张云雷九岁就跟着郭德纲学艺 是老郭名副其实的儿徒 也是爱徒 郭德纲对比尔哥要求非常严格 亲自教授 寄予厚望 2012年张云雷参加综艺节目 有话好好说 异曲结束后被评委纳威严厉批评 纳威扬言 比尔哥在德云社说相声 很难出来 在歌坛唱歌也难火 看到爱徒在一旁面露尴尬 微笑回应 作为主持人的老郭 当即发出霸气三连问 你从哪过来的 谁让你过来的 你过来干嘛来 三怼纳威风靡一时 张云雷爆火之后 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师傅郭德纲多次在采访 和节目中力挺爱徒 直言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张云雷自小学艺 刻苦训练 背后多少年的心酸努力 你只是没有看到 对于老郭 这互独子的本质 设歌真是既感动又羡慕 情消贤 虽然拜师时间不长 但师傅郭德纲 对老秦也是宠爱有加 不遗余力捧老秦 在《欢乐喜剧人》第七季里 郭德纲帮老秦立人设 让他展示才艺 处处透露着对徒弟的爱护 还现场叮嘱嘉宾们 这父子情深的画面 令摄歌羡慕不已 在《德云斗孝社》录制期间 老秦明显和师傅更亲近了 在和师兄们的同台较量中 老秦的相声功底稍显不足 却因为强大的粉丝流量 在评分环节占尽了优势 秦潇贤自感羞愧 心里有了压力 一些黑粉竟然打电话 对老秦冷嘲热讽 录制到第七期时 秦潇宁愿当主持人 也不愿在上台表演相声 当烧饼将此事当众说出后 师傅郭德纲立即反问 凭什么骂我徒弟 话语中透露出满满的师徒情 和浓浓的父爱 烧饼 烧饼原名朱建峰 13岁就跟着郭德纲学艺 正是拜师后被字名朱云峰 因为大圆脸和雀斑 师傅亲切地叫他烧饼 烧饼从小调皮捣蛋 让师傅操碎了心 用郭德纲的话说 没有一天不惹祸的 但老郭也知道 烧饼是一个实在 又讲义气的好孩子 对待他 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包容 宠爱 近年来 德云社是否收学费的话题 饱受热议 而烧饼也陷入了这场 流言漩涡中 流言称 烧饼父母 为让儿子进入德云社学习 卖房交学费 德云动校社第三期录制前 师傅带着徒弟们 泡温泉聊往事 期间郭德纲让烧饼站出来 好好澄清一下 卖房子交学费的传言 看似为自己喊冤 但社哥认为老郭是看不得徒弟被传闻所扰 借着调侃的语气将爱徒身上的流言化解 糊涂之心表露无遗 孟贺堂 孟贺堂作为七队队长 加入德云社已有13年 勤奋踏实的他 深受师傅郭德纲的喜爱 在相声有心人第六期的竞技赛中 社哥觉得孟贺堂和搭档周九良的表演 更胜一筹 却没想到 和孟贺堂一组的对手张伯鑫 自称和郭德纲同辈 仗着资历叫板孟贺堂 表示不愿和差一辈的孟贺堂竞争 并阻止投票 扬言我们让了 此举令全场哗然 孟贺堂和周九良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话也插不上 作为评委的郭德纲 在台上客气公正 和另一位评委张国立商量后 坚持投票 为徒弟争取名誉 结果不出所料 爱图孟贺堂票数领先成功晋级 台下采访时 卸下评委身份的郭德纲直言 人对我是不可强求 但此风不可掌眼 我一看自己的状态 我能晋级我就留下 我不能晋级我就退赛 那就不想话了 是吧 此言一出 社哥倍感欣慰 郭老师这户图场面 令人难忘 德云社弟子众多 各不相同 郭德纲为了教导 徒子徒孙们煞费苦心 虽然规矩严苛 要求严格 但老郭的爱徒之心 明言可见 多年来 他把徒弟们当作家人 当作儿子 而徒弟们也都不负所望 逐渐成名 孝敬师父 班主郭德纲的一片赤诚之心 终是有了回报 社哥也希望德云社 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越来越好 关注社哥 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 德云故事